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一边呢则是浦荷红宝石现在的主帅大规矣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呢在现场评论和大家送上比赛技战术分析的是非常熟悉的切过脚徐扬 徐扬你好 徐扬你好 大家晚上好 现在看到的这是法布里契 浦荷红宝石的门将西川周作 这边是严峻林 青旅圣三 这是来自于浦荷红宝石这边的老将 浦尔克呢在之前的联赛当中呢有过受伤 最近的联赛呢也是复出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你好 球连朋友 我们正大为您送上的是2019赛季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 上海上岗在主场对阵朴和红宝石 现在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身着红色战袍的这是今天的主队上海上岗 而一身黑色球衣的是客队 浦荷红宝石 开球之后 浦荷红宝石这边的一次进攻 双方身体上的碰撞 心里深三 倒在地上 十颗的上抢 十颗的上抢 现在看一下这次定位球 距离球门呢稍微有一些远 但是看到这边呢还是上了很多的队员去参与进攻 出发过来到的后点 先来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 在上海上岗队这边的门将位的上呢是一号严俊林 另外的位的上呢有五号石科 二十八号贺冠 四号王神朝 二号张卫 二十三号傅欢 二十号杨世元 二十五号艾哈麦多夫 十号胡尔克 七号阿鲁托维希 还有八号奥斯卡 今天呢在朴和红宝石这边 门将位的上呢是一号西川周作 另外的位的上呢有二号毛里西奥 三十一号严波拓也 五号真也智张 十六号奇姆托石 八号埃伟顿 二十七号这是乔纲大树 四十七号这是关根贵大 以及十二号法布里西奥 七号长泽和辉 以及三十号也是场上的队长 心律胜三 双方基本上都拍出了近期的一个最强的阵容 因为今天也没有这个红黄牌的这种停赛 上岗的今天呢跟阿海埋多夫搭档呢是杨世元 这赛季其实联赛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 前段时间也是友商 嗯 入选了新一期国足的大铃铛 波拓洪宝是连续的获得定位球 长泽和辉来 来处理 哦 看看这次 定位球开过去以后呢 严峻林的出击 是出现了脱手 随后呢紧跟着在球门区内 波拓洪宝是队员补射破碗 这是比赛还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的主裁判是哈桑 嗯 过去在亚冠 怎么先看这一次进区内的情况 真野这张好像这个右手的手臂我们再看啊 对 这一下 有一个击打的动作 嗯 这但是在这个亚冠的赛场上 因为没有这个视频助理裁判 嗯 只是有两名底线裁判 所以这种球的话 主裁判应该认定的话 嗯 基本就算尽了 我们现在从现场可以看到了严峻林正在和底线就是附加助理裁判的去进行沟通 嗯 如果说这个直接的冲撞好像并没有 但是真野这张他这个右臂确实有一个挥打的动作 对 但是开场嗯 其实很多上岗的球员还没有碰到球 这个球就被这个对方打尽 这对上岗来说应该是带着一个0比1的比分开始的这场比赛 普洛宝石呢虽然在这个赛季的日本这联赛当中其实表现是比较不稳定的 最近的这五轮联赛呢都是连续的不胜 但是在亚冠联赛当中他们的经验很丰富 这是2017赛季亚冠联赛的冠军 正是当时那个赛季淘汰了这个上海上岗 最终获得了冠军 当时是在半决赛当中 对 这两只球队彼此之间还是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之前打过比赛的那些队员呢大部分都还在场上 这是刚才呢在禁区内进球的真野智障 这也是日本国家队的主力的队员 几位并没有能够踢远 浩克 另外一次队员的迅速的接应 但是身边呢并没有自己的队友 但是马上面临着对方两名球员的报夹 张伟今天是打在左边一位的位置上 那么另外一边的相同的位置呢是交给傅欢 其实双方今天都是采用了三中位的这种打法 这个试球啊其实对球队整体的这种战术啊 佩雷达之前布局制定的这种战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个也是要求上岗队应该说从这个试球也是从第一分钟开始就要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 因为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就需要迅速的去忘掉过去 而展望接下来的这80多分钟的时间 华正昌 这个战术球呢正好是在人群当中的空档之内 但是日本博洪老师刚才的反击呢迅速的就在中场被扑灭 那么从中场来看呢 艾哈迈多夫跟杨世元这两名队员呢 艾哈迈多夫呢在本方后场队员空球的时候呢 更多是来靠近到这个三名中位的身前去接应 那么另外一边的杨世元呢则是在前面要做更多的就地的反抢 客观 上岗队边路的进攻 博洪老师呢始终有一名过来的中位 再加上一名相应的编后位 看看这次转身过来有没有机会 阿拉托费奇 上岗队开场到现在这几次进攻呢 都是在这个右路打了很多 博洪老师这边呢连续的去进行这个多名队员的包夹定人 从亚冠联赛的小组赛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博洪老师属于这种进攻上面其实没有太多的火力点 因为更多集中在这个心里肾三的一个人身上 但是防守上面一直做的还是不错 普和这个赛季他在这个日本的联赛当中啊 其实表现并不理想 对 联赛基本上想要获得这个冠军几无可能 这种情况下他现在也是把这个目标啊 重点转向了这个国内的杯赛跟亚冠的联赛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他本赛季也是通过拿到国内杯赛 获得了亚冠的参赛资格 天皇杯的冠军 现在的这支球队呢 天皇杯呢是挺进到下一轮当中 球队面临的就是亚冠联赛跟国内的杯赛 这场相差是 另外一点就是这支球队有点内战外行 外战打得倒是不错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上岗今天其实开局这样不利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主教练佩雷拉有点着急了 是主动跑到球场里边 最近压力还是非常大 足鞋杯被淘汰 是 联赛呢 比赛又是前段时间经历了四联平 所以球队现在也是把这个希望 更大的希望是寄托在了这个亚冠联赛当中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对上岗非常不利 而且主教练这样的他的这些这些跑到球场里面给这个捡球的话 这种交集的心情啊可能对球员也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希望上岗球员还是能稳住 因为比赛刚刚开始才十分钟 时间是足够 这球刚刚防守队员呢 扑的稍微有一些嘛 但是好在这球呢是出了边线 刚才在边路冲上来的是长泽和辉 对他今天是在进攻的右边路 顶在最前面的是心里胜三 左边应该是12号罚不利消 对 他基本上是一个343这样一个打法 其实跟上岗的排名不认相差 不是特别大 只是上岗在这种进攻端 胡尔克还有阿诺托维奇 这两名拳顶在最前面 奥斯卡是在这两名拳的身后 对方啊在这种局部啊 非常敢于跟这个上岗队的队员 上这种身体上的接触 老朋友哈桑啊 这个哨 最近想得比较频繁 确实老朋友了 光应该进行凝出亚洲杯 这里有两次中国队的这个比赛 是他去吹罚的 我们也希望哈桑能有好的表现 转移到了左路之后 这边的法布李西奥啊 经常去回撤 另外一边上的幅度很大 在底线前把球敲了回来倒三角 但是这一侧并没有自己的队员 火红宝石的这个战术打法当中呢 经常出现一侧的这个前面的队员 过来接应 伴随的是中间的队友 迅速地把球传到另外一侧 转移到另外一侧 高速插上了队友的脚下 吸引队友防守并力的同时 马上转移球 这种转移往往非常快 右边一位的位置上 在中间的是交给这个傅欢还有贺冠 以及石科 石科是三中位居左 傅欢是居中 贺冠是在右 王申超是右边一位 左边一位是张位 两个后腰 阿哈迈多夫 杨世元 还有这个奥斯卡 奥斯卡从现在来看 应该是一个 阿哈迈多夫是单后腰 杨世元在右 奥斯卡是在他习惯的左路 这是刚才真野智章和阿老托围棋的身体上的碰撞 打归翼 这是球队的主帅 之前的主教练的奥利维拉的因为在国内的战绩并不好 所以呢是在之前的夏天的到来的时候呢 他跟球队的合同也到期了 准确说应该是下课 这几个赛季其实普和的人员 尤其教练员变动幅度也是比较大 所以光大归翼来讲救火救了不止一次 这种三中卫的体系其实对两个编译位的要求 无论是普和还是上海上港 对编译位的要求非常高 现在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普和孟老师他基本上这两个编译位 是回收到跟中卫位几乎相平行的这样一个线路 看看这次阿朗托维奇把球敲了过来 你看左边一位关根贵大 这时候已经是到中后卫的位置上 那么在中间的毛里西奥的这名本来的中后卫呢 是顶出去到后腰位置上去限制奥斯卡那边的这个出球 另外一侧的这钢桥大树也是往中间的去收 这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这个灯榻的动作 这就是阿朗托维奇 哦这个确实是灯榻 对这是关根贵大过来的防守当中这次有疑似的灯榻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会更加明确一些 而且这个球哈桑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而且球的这个高度呢是在这个已经坚于膝盖的位置 对它是踏下去的 对 这明显是一个一个踢人的动作 上岗目前的到到现在14分钟其实进攻推进的速度都不太快 几次看到啊普和这边的队员的过来以后限制边路往前的这个出球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呢上岗队的队员往回去走的会比较多一点 再回到自己的中后场去寻找新的方向 而在这个国人当中的艾哈麦多夫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 现在普和是比分领先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基本上还是回收的幅度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五个后卫再加四个前卫 前面只顶 观众朋友们非常抱歉啊 因为大家也注意到这个上半场的比赛 我们在观看的时候经常出现信号不太稳定的情况 从上海现场发挥的这个信号呢 现在始终是处在一个断序的状态 我们也注意到由现在场上的形势 其实是对中超球队不太有利的 因为刚开场的时候对方一个人一球 我们的门将在出击的时候和对方的真眼之章呢 有个身体上的接触 但是当职裁判哈桑认为这个球并不存在冲撞门将的动作 真眼之章的右臂呢 多少对严峻林的出击拿球还是产生了一些干扰 但是这个球严峻林本身自己首先没有拿住 这个可能给了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一定的心理上的这种基础 但是真眼之章这个右臂啊 可能对严峻林的判断和接下来的拿球呢 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这样的话刚开场还不到四分钟 上海上港队就在主场0比1落后 正如我们前方的解说员曾凯所说啊 这个比赛几乎就像是上海上港队带着0比1的比分开始的 我们知道亚冠的打到这个阶段的比赛呢 是进行主客场两回合制的比赛 那上海上港他的赛程是先主后客 如果先打主场的话 那么上海就先丢一个球 肯定对于全盘来讲是不利的 其实在本场比赛之前 上海上港队的上上下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谈到过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要把这两场比赛主客场 当成是一个战役来打 不要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过分的讲求进攻 还是要注意攻守平衡 因为毕竟还有第二场的比赛 其实这个话他的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第一场在主场尽量要赢 而且尽量不要失球 不要给对方客场的进球 当然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 这个愿望从这场比赛开始 还不到四分钟的时候 就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去发展 这个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 但是没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0比1的基础之上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理仪器 调整我们的战术 那现在现场的比赛是正在进行 我们的技术人员也正在和前方现场 进行紧张的联络 希望这个信号能够尽早的恢复 这样的话也让大家旋转了一颗心 能够通过看比赛能稍微的平缓一些 但是现在暂时这个信号 我们还在联络的过程当中 还不是特别的稳定 目前的比分暂时还是上海上岗0比1 落后于朴河红宝石 要知道在两年之前 上海上岗在东亚区的亚冠的半决赛当中 正式被朴河红宝石队所淘汰 没有进军到亚冠的决赛当中 希望上海上岗好运 希望队员们在场上继续加油 我们也稍微休息 或者之后 一旦信号恢复 我们会及时的为大家安排进行直播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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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胡尔克之间的串联 这边一对二 对于胡尔克的防守 今天始终一名队员是跟他的这个脚下 另外一名队员是去斜防 胡尔克的一个斜前方 就是往球门的这一条内切的线路 哈桑在开场之后 这20分钟的几次判罚 现在看这球 几次判罚 他应该说对上岗都不是十分的有利 这种情况下 第一方面我觉得主教练 还是要在场面 及时交代给球员 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胡尔克 他有些时候踢一些情绪球 这个踢顺了 怎么踢都有 但是一旦受到一些对手的这些小的动作 包括一些裁判的判罚 可能有些时候自己会跟自己交进 所以还是要先调整好 刚才上岗的配合已经逐渐打出来了 中场奥斯卡 他的这种传球 还是能给同伴 创造更好的机会 这球第一时间敲到边路 给的不错 找到奥斯卡 看看这次机会 低频球的传中 又是被对方两三名队员 组成了一个比较立体的防守 给破坏掉 好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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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争灵 对方其实现在到了中圈这个附近 传球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对因为从这个开场的二十多分钟比赛来看 普和这支球队他不是以速度建场的球队 他风险也是缺少这种速度很快的这种球员 所以他还是依靠整体这种 尤其是中场后场再向前场层层推进 是这样的一种打法 而且这支球队呢 把握机会能力是比较强的 对 他中前场 尤其中场这几名球员的拿球控制能力 像这个清木特使 艾伟顿啊 这几名球员还是能力比较强的 另外他进攻 可能更多还是依靠两个年轻的这个这个边路球员 边一位的球员 之前也谈到 就是这支球队 先看这次对方直赛球进来 警报还没有解除 信履慎三在底线附近把球给追到辉传 信履慎三他经验非常丰富 跑位停球拿球 这种合理性在场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名老将 这几个赛季 跟这个冲操球队较量 给我们留下的非常深的印象 没错 而且他是现一日本球员当中 征战亚冠联赛次数最多的 同时也是进球最多的队员 当然最近这两个赛季刚刚也谈到就是球队 主教练人选人选经常变 所以球队的风格呢也是在摇摆当中 会跟贵大拿到进去半的二点 看他中场这种传接球啊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几个人之间小范围的这种传递 三角的这种配合呀 打的还是非常多 他这种传递 你看似有些时候漫民优 但是出其不意的话 他会有向前那种直传球 我们现在看贝雷拉 其实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 就是这个技术区域 现在作为上海上岗来说 就是他在后场 向中场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第一是快不起来 第二个是球打到边路去以后 如何和中间去有更好的串联 没错 就是现在有些时候两个边路 一旦王神超和这个张卫 两个人被压制住的话 现在中场 因为杨世元跟奥斯卡 有些时候也顶得比较靠前 其实中场现在只有一个 阿哈麦多福 这一个出球点的话 一个竞争点的话 对整个上岗的那种攻击线 帮助并不是特别大 而且其实看一下 就是当这个普和在控球的时候 这个7号长泽和辉 就是回坐的这一下 他站在哪 他经常就是站在 阿哈麦多福 跟这个上岗对后防线之间的 这个区域 所以他在那边 再加上心里剩三 这两个点是比较活的 低平球的船中被挡了出去 张卫这段时间呢 很难上前 因为普和呢 更多是在自己的右侧 也就正好对上 张卫所镇守的左侧 对因为这个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封线的这种站位啊 两支球队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边是奥斯卡跟 安岛托威 胡尔克跟安岛托威 其实两个前锋 而这个普和他基本上是一个 三前锋的这样一个配备 刚才曾康也谈到这个7号 张德和辉 其实他是一个右边锋 但是你看刚才他接应的位置 经常来到中路 这个是给同伴 一个是给边一位留下 前插的这种空间 另外也是帮助中场 看这个小球 给到了后点 连续的投球到门前 这次严峻林摘得非常的稳 因为17年这个比赛啊 当时也是在现场 传播的上岗 同这个普和的较量 就是说在定位球方面 这支球队还是有自己 非常多的一个想法 你看从现在这个对手的这种站位来看 一个5次要的阵型 就是现在中场跟前场 他现在距离很短 位置很密 普尔克今天身边呢 就没少于过两个人 这球 哈桑是并没有 这个快发 让这个上岗队的队员快发 又重新吹停了比赛 距离球门是30米开吧 看一下上岗队的这次定位球 其实在上赛季 无论是联赛 还是在杯赛当中 几次就是在关键时刻 自己的定位球的建功 奥斯卡虚晃一下 看看胡尔克这边助跑 过来直接打门 砸在了人墙上 脚球 门将席传周座的 其实在去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前 预选赛当中的 其实当过一段时间的主力 但最后时刻是落选 他身材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脚下很灵活 脚下很灵活 他的脚球 这手 这手艾海埃多夫 非常的聪明 后发而先制 在对方呢 还是在惯性 往前冲的时候呢 自己是齐挺转身 把球给护住 上海上岗呢 这周转移秀被断掉 这个心理胜三 他这个经验跑位 看似是前插 突然向反向的一个跑位 对 这种球的话 让两个中卫 在这个不位的时候 也是出现了一些 不默契的这种情况 再看啊 前插的这个位置 心理胜三 这个球以为他可能要插 副欢的身后 但是他其实这种球 常泽后卫传的也很漂亮 是传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对 而这个时候心理胜三 马上是掉头 这个是比赛的一个经验 心理胜三 当年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是作为日本国奥队的 超龄球员来参赛的 经验太丰富了 这个跑位也非常聪明 根据对方这个 一个是同伴传球的这种线路 同时根据 两名上岗后卫跑动的 这种防守的这种线路 对 做出自己的这种变化 其实我们关注一下 就是普和今天的很多名队员 尤其是常泽和辉 跟这个心理胜三两个人 站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他不是说在某一个点上 他经常呢 就这个区域 是这个区域是哪里的区域呢 就是看着上岗队 两名队员当中 或者两条线当中 他去找这个区域 上岗现在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 球员传球失误率啊 是逐渐的在增加 而且上岗队现在呢 其实在单个地方 球的停留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么过去 整体没有运转起来 对就是比较慢 对 有时候比赛的节奏 就体现在你球在某个区域当中 你停留时间的一个长短 因为当你在某个区域停留时间 哪怕多这么一秒 对方可能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集结兵力 对你进行包夹防守 但是这两个球近的吧 有点 如果说对手真是 打得很漂亮 是吧 把这个整条防线 或者是全部都打 打穿了 也还可以理解 但这两个球近的有点 有点有点让这个看球的 这些球迷也好 或者我们也好 感觉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病 其实就这两次机会 对 现在上岗是急需要非常高质量的 前场的威胁的进攻去提振士气 但是 普洪老师他这个反击的速度 其实还是挺快的 你看 又是来了 心里胜三 他跑位 对 再次回座以后 大门 这次严峻林表现非常的出色 随后 自己的队友把球解围到边路 刚才这次铺就很关键 因为这段时间的是 连续对方 士气起来的时候 霍尔克 毛里西奥是率先要出了线路和位置 但是现在对这个佩雷拉来说 三个中后卫 对对方心里胜三的一个盯防 一定要更加清晰 要更加明确 你总得有一个人对他始终在走 对 因为现在这个心里胜三 他跑位 思路非常清晰 而且他不是说这种顶在最前面 他有些时候经常从中场突然前叉 嗯 看看前场的抢断 但是这球并没有能够给过去 阿玛托维棋还是在进行反抢 和路上な 按摩 然后如果还有他不小心 和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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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局面 和路上去 是补到他的位置 这个时候心里胜三 是到了中圈来去接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去打破 上海上岗队的这种 定人防守或者你区域的一个站位 这种球的话 进攻的话 有些时候 是可以有些轮转 基本的位置 肯定都是边一位 或者中前位 但是有些时候在进攻的时候 你只有这种跑位的话 才能撕破对手这种防线 但是现在对上岗来说 就是进攻 基本上我 还是我在哪个位置 像杨世元 你很少看到他去到左路 是吧 奥斯卡基本上也是在球队 这个左半场活动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对方很容易 盯防上岗的这种进攻 站着方 对 现在有些时候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一些奥斯卡 胡尔克 或者是安岛托伊奇的 个人能力 因为现在整体 确实打得比较困难 进攻一旦失误的话 现在后防线 空缸比较大 你看 又是在得球之后 迅速完成转移 这是普洛洪宝石的特点 这球俯环的防守 算还不错 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 最后是把球捅给了严峻林 现在普洛洪宝石这边 一个是长泽和辉 这个点其实 他是真的 今天这场比赛 到目前为止 就现在拿球到这边 普洪的一个实际上的发动机 你看在这个普洪进攻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 很清晰的 这个三中卫这种体系 是吧 三个中卫 有些时候偶尔 16号这个清不拓时 他会来到这个后腰位置 在中后卫这个区域接球 但是基本上前锋线上 像边翼卫 两个边翼卫 其实顶得非常靠近 这边直接打门了 爱美顿 那另外就是像两个这个 他的进攻型的这个边峰啊 一个是 刚才 我们一直在谈到的 7号长泽和辉 另外就是12号 法不利销 这两拳 他是更靠近中路 少把两个边翼位 把两个边路留给两个这个边翼位 所以他整个进攻 在进攻的时候 中路是有多点的接应 防守的时候是回收 而进攻的时候是 充分的拉开场地的这种宽度 而且你看他一拉开的时候 马上就往中间去了 他拉开 拉开 是中间有人 而现在上岗也拉开 但是中间没有人组织 没有人连接 这个就打起来非常困难了 这心里顺三 这球踢的呀 一边在抬头观察找人 一边的自己往边路去带 他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先看看奥斯卡回车到中场 现在杨世元这段时间 是打到了这个右边路的位置上 然后把胡尔克跟阿努托维奇线 那两人都在当中 奥斯卡在中间断球 还是没有往前的线路 对 像这种球的话 你看刚才这个 阿努托维奇在拿球在等 其实这种球的话 十颗它虽然是三中位之一 但是你该到前场进的话 一定要往前挺 因为你身后还有两个同伴 所以其实有时候更多的是 在无球状态下面 你去发现空间 但是这么一下其实非常重要 你要创造空间 发现空间 同时同伴 通过你的这种跑动 能把这个球传到 所以这时候你刚刚谈到的 不光是在某个位置上面 自己站住了 更关键的是 你这一片区域得覆盖到 对 整体要动起来 同时局部要形成 多次要形成用 以多抢手 以多打手这种局面 你看现在 但基本上这种球的话 上岗基本上全部都是背对进攻方向 这个时候拿起球来 其实也很困难 对方后防线跟前卫线距离保持得很好 所以一旦在这个两个 两个前卫跟中卫区域之间拿球的话 你看这种球其实挺累的 你看这次机会 对方最后的这脚后 跟轻轻的一碰 这球没有能够给过去 而且其实在这个上岗队的队员呢 在后场拿球的时候 普和这段时间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呢是收了很紧 这次刚才跟贺冠 还有法布里萧的身体接触 那么这段时间呢 敢于到这个全部都在中场 把你前后两来线割开 因为还有一点现在就是 奥斯卡跟这个胡尔克 尤其胡尔克拿球比较多 但是现在他能吸引对方的防守球员 包括了托维奇 其他同伴怎么去跑位 上马尔比赛先进行到39分钟 接近39分钟 托维奇这事身体好反抢下来 他反抢下来之后 怎么样去发动进攻 同时在前场中前场那种逼抢啊 其实上半场上岗队做的也不是特别理想 就是让对方很轻易的在中场 通过中场 你看第二个丢球 其实就是这个被抢断下来以后 长泽和辉的这一点 一直没有人在跟 传得非常轻易 感觉那个第一分钟那个失球啊 还是让这个上岗这些球员 有点心理上还是有点受很影响 从这种情况 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需不需要还打三中位 如果经过这个上半场中比赛 主要让佩雷拉观察之后 需不需要打三中位 因为现在对方就是一个精力胜三 一个球 一个前锋 他顶在前面 现在我们是三个中后卫啊 盯他这一个人 但是这三个人一旦挥收的话 中场人数又不够 在空间上是有浪费的 对 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 佩雷拉在中场有一个决断 就是现在无论是前面封线上面 还是在后防线上面 是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的移动 给中场的队员 去增加空间和增加人数的 对 或者是再上一个前锋 对吧 撤下一个后卫 打一个 也是一个三前锋 这样的一个战术 就是在压力 从前场就开始给对手压力 对 上岗比赛还剩下4分钟左右 来到山顶古时 现在就是在进攻的时候 现在上岗总是能让对手 在局部形成以多防守 就很难真正撕破前辈这条防线 而且你看刚才的这个球 是有一些两个人位置跑重了 在空间上的利用上面 上岗队现在尤其是中场 是非常不充分的 关键贵达变速和变节奏的能力很强 而这个球也还是在前场 进攻之后就地反抢又没有成功 当中场这条线被这个浦和通过之后 后防线现在三个中位 踢起来非常累 就是你看就是中场 对在边上的这个中后位呢 也很难去补到边翼位的这个身后去 那么同时中间呢 你又得去 两个人得有分工 你去盯对方中间 现在上半场这个两个编辑位啊 无论是张卫还是王神超 踢的很累 就两个人被吊在中间 上也不是 回也不是 看看这边角球的进攻 前点被解围出来 快跟跪大 对方第一时间把球敲到了边路 又是长泽河辉 他脚法真好 这球啊 给过来这个弹道非常的平快 长泽河辉 前场的脚球定位球 都是由他来包办 反过杨界不在场上的时候 这些定位球全是他的 下半场必须要做出这个调整 我们现在从现场去可以看到 有两名上岗队的队员呢 在远处热身 不仅仅是球员的调整 现在就是阵型打法的调整 对上岗来说 这45分钟太重要了 阿老托维奇回座之后 又是回到了中场 如果阿老托维奇 他的作用只是拿球回座 给这个中后卫的话 那整个上岗的进攻 肯定是出现了问题 他更多的应该是 拿球面对对方那种中后卫 而且现在经常回座以后 没有办法再往前了 这拳头就被摁在 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 很难伸出去再去攻击对方 你现在使不上力 就是阿老托维奇也好 或者霍尔克使不上力 就这个战术啊 让这两名球员的特点 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什么呢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一分钟 人缝当中的突破进了进区 海迈多夫也是捕捉到了 对方传球的意图 你看这个普和几名中后卫 毛利奇奥也好 或者是正眼智张也好 对这个阿老托维奇跟胡尔克的顶防 就是很难让他们真正转身 拿球舒服的面对这个进攻方向 基本上背身的时候贴得非常强 所以这一点对这个 石科复欢 包括喝冠也是一样 就是在对方的这个前锋 星女胜三在他拿球的时候 这种时候一定要贴上来 同时你看在进攻当中 就是正眼智张 他经常会实际上到后腰的位置上 去补充中场的进攻 华布里奇奥 延续节奏的变化 但这一球并没有过去 但是现在星女胜三 有些时候他经常拉回来 拉回来的话 这个时候他是给身后的这个同伴 创造这种机会 这个时候作为三个中后卫来说 要么一个人顶出来 要么交给这个阿哈迈多夫 或者是杨世元 而不能让他轻易地拿球转身 一定要限制对方在这个中前场的这种拿球 给对方的空间是有些多 沙马尔比赛进入到商品补食阶段 看看霍尔克自己连过两人 但是最后一下很难再往上下 哈桑是吹罚了霍尔克的刚才的这一次 往前突破的犯规 并且向霍尔克出示了一张黄牌 而且哈桑的手势是一二三 你已经有三次了 这一球看看 这球第一在这个争抢的时候并没有说 没有踢到 首先是没有踢到 但是肯定是身体上有一个冲撞的动作 当然这张这个球也有表演的嫌疑 霍尔克之前是有一张黄牌的 但是作为这个霍尔克来说 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情 因为这眼智商 他也是个老油条啊 是 是吧 就故意激怒你 用一些小动作 或者是用一些这种这种并没有踢到 而自己摔得很惨的这样的动作 这意味着第二回合的比赛 霍尔克没有办法登场 因为他之前身背一张黄牌 这个就 这种非战斗检员就更不利了 因为第二场比赛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终极的决战 是 非常被动的这个上半场现在结束了 普洋宝石呢是2比0领先于上海上岗 正如学校知道 刚才所分析的一样 需要去改变的有很多 看看中场这十几分钟的时间 霍尔拉会做出哪些改变 稍微休息一下 回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回到下半场的比赛 上尿品 酒鬼酒 非凡双评突破未来 next 双评版 人生的重要时刻 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 就像安盛保险 提供车险 健康险 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 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 飞科智能提供系统 全身水洗 飞科智能提供道 下载汽车之家 第一房 第一房 人生的重要时刻 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 就像安盛保险 提供车险 健康险 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 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 立刻布置于车 水井房 六百年活着的一房 一一新 六百年 每一辈都是活着的传承 水井房 第一房 人是什么 人是思念 人是欢迎 人是喜悦 人是祝福 人是美满 人是心意 人是在一起 小观察中秋线里 隆重推出大团圆 特别定制款 特别的心意 给特别的你 小观察 大团圆 废科智能体虚刀 智能体虚系统 全身水洗 废科智能体虚刀 有人说 手们的智慧 离不开双手 他们不知道 有种从容 叫放手 荣威妈Wax 超凡指甲 一世成瘾 水井房 六百年 活着的一房 一一新 六百年 每一辈都是活着的传承 水井房 第一房 二十五百年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 设在北京的中场演播室 在上海进行了这场比赛 上半场 其实上海上海 打的并不太好 刚开场丢了一个球 在信号恢复之后 大家倒是看到了 上半场的后半段 在这个后半段 比赛信号回来了 比赛状态没有回来 上海上海 始终处在一个 比较乱 比较被动的局面之下 又被兴率深三 打进了一个球 这样的话 上半场结束 实际是0比2多后 公众您看 最近这段时间 你我搭档 说中超也好 其实说上岗 就说了好几场 就像每个人 好像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民间老叫 讲句话叫 这几天可能有点上火 就是上海上岗 最近这段时间 宛如在一个赛季当中 出现在上火的这个阶段 就是各种状态 都条理不顺 而且自己的能力 发挥不出来 越是着急 越是容易出现这种能力 反而是进一步 发挥不出来 自我束缚手脚 就有点像是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几天上火了 您觉得上海上岗 现在为什么 出现这种 里外都条不顺的情况 要说到状态 可能上岗面临的多线作战 咱们从中超到足血杯 出局和到了亚冠的四分之一决赛 再有上岗面临多线作战以后 队员的身体状态 可能有些疲劳 然后从再回归到上个赛季 可能一直拖累着球员 到现在状态确实已经不如前两个赛季了 再谈到心态 现在比分落后 包括足血杯出去以后 对球队总会有些势气的影响 状态的影响 谈到上半场的大部分阶段 我们看刚才跟贺老师也在聊 过早的失分和队员在比赛当中思想不统一 就是上抢有时候单打独斗 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整体 这个球首先是严谨脱手以后 第一个失分过早 对球队的状态跟士气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来说 一个是体能问题 心理问题 所以上半场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单打独斗 外援也是上半场大半时间 你看护士克也是单打独斗 对方一个放大两个加他 所以让他心态也召集 在上半场接近尾声还吃到一张黄牌 郑野智章非常聪明的针对着胡尔克的急躁 胡尔克下轮比赛上不了 郑野智章也是日本的老国脚 虽然现在是日本国家队的边缘球员 但是他的经验和在场上 个人的经验跟作战能力 还是这支球队在方向当中 方向当中是一个重要棋子 这也是脚球出来以后 形成一个反击的机会 上场其实整个上半场没有有威胁的情况 反倒是你看对方的一个反击 这个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对 你看长洲他的一个直上船打得很聪明 心里顺三 他也是这球让从身体的外线一个弧线球打过去 当然步点调得很好 打门的一瞬间也是很从容 他并没有发力 是利用一个巧劲 这个三中卫在今天好像刚才丢第二个球 两个中卫互相都觉得对方应该在位上 对 就是后方线就有点乱 其实打的一个单点就是前锋的一个外援 法比 他并不是冲击性的前锋 这个打门是一花盾 两个外援 而他在前面的零花跑位 跟成为何辉和进球的 心里顺三 形成他们两个日本的本土球员和两个外援 形成一个攻击群 而我们的队员在这场比赛当中越踢越急 就变成每一下后卫线上铺抢 都想一下把球断下来 对 而且二点球出来有外援球 就是咱们谈到了上海上岗的外援球 进击前的外援球 把保护的上半场的做的也是不太到位 整个上半场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之下结束的 所以比分方面0比2也基本上反映了 这场比赛上半场的一个情况 上海上岗在最近这段时间确实辛苦 因为多险多战 而且龚赵尔也说了在国内的两条战线 足球员已经出局了 在中超的比赛当中 他现在在争夺冠军的这条道路上 似乎是身位逐渐被落了下来 而在亚冠应该是本赛季上海上岗上下 非常看重的一条战线 又其实受到了上海赛季一直延续至今的 这样的一个体能方面心理方面的种种的这种困扰 这个大矛盾慢慢在压力之下 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集中的爆发 对 刚才赫尔谈到了多艳多战 现在可能是对上岗来说 在这场比赛之前 更多的期望更多的保抑 压在了亚冠比赛当中 因为在联赛当中 它和恒大的积分拉几比较大 反超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要看下半场 但是下半场要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要解决现在上半场是单打独斗 要统一攻防两端 都要有一个整体像一个整体一样 上半场我们看胡尔克和安岛托伊奇 很少获得的球 为什么呢 就是其他的内员 包括奥斯卡和他们衔接不够 支持不够 逢二当中也是要形成一个整体 给对手要形成一个高位逼强也好 或者说前程紧闭也好 也不用单打独斗 要一样形成一个整体 我们在最近这几个赛季 观察上岗的比赛 无论是在国内的战线 还是在亚冠的赛场上 我们都注意到 只有当上岗踢的像一支球队 捏合到一起 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 他们的水平 他们的能力才能全部的发挥出来 而且场上的每个人 踢的都很顺心顺意 他现在整体上不像一支球队 每个人踢的既不顺心 而且整个战术发挥不出来 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战术打不出来 可能队员心里更急躁 霍尔克下一轮已经不能上了 这是已经造成了 一个非战斗性的解决 不要接下来继续掉进 这种焦虑的情绪里头 平时我们都会遇到 偶尔上火的情况 但是大家要明白 总有一天这个火还会下去 我们还是要调理好自己的呼吸 当你自己一切都调理得当的时候 也许你的水平和能力 才能正常的发挥出来 我们拿这个来勉励上海上岗队 希望中场休息的时候 佩雷拉能够妙手回春 稍事休息 待会为您带来双方 下面场的比赛 我家最有趣的人是 妈妈 爸爸 还是 是他啦 懂我说的话 第一大道 五百五 给我加油 有魔法一样 超有趣的 全新一代凯尼拉克XT5 幻星上市 就该这样去生活 Cadillac 用玩具连接世界 星岛啤酒 飞科智能体虚刀 智能体虚系统 全方位浮动体虚 全身水洗 飞科智能体虚刀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 马上要继续为您送上的 这是2019赛季 亚冠联赛 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 上海上岗的 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 是0比2 现在落后于 普和红宝石 那么在比赛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真野智张 在一次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 是敲开了上岗队的大门 那么随后在进行到了 这二十多分钟的时候 三十分钟的时候 当时是老将心里剩三 把比分扩大到2比0 那么现在在场上呢 会看到两名这个队员 在中场的时候 其实于海 包括吕文君呢 已经是在那边做热身了 其中的吕文君呢 出来的时间会更早 当时是在场边 做这个有球的训练 包括一些 围绕标志盘的节奏跑 上半场的比赛呢 其实也会看到 上岗队是比较被动的 现在他们从 更衣室当中出来了 还是请徐康之道 给我们来先来 回顾一下上岗队 上半场的一个表现 对 先说一下 上半场的一些 这个技术统计啊 从这控球率方面 双方其实相差不大 五五开 但是射门次数上 普和是有六角射门 其中有四角打正 而上岗只有两次射门 这两次射门 甚至我们都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也没有打正球门 上半场全球次数方面 上岗是263角全球 而普和是280角全球 但是在全球成功率方面 全球次数差不多啊 全球成功率方面 普和达到了 86%的全球成功率 而上岗只有79% 另外我们不要忘了 86%的全球率 很多情况下 也是在上岗半场完成的 往前就威胁传球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上岗在这个比赛打的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被动 我们看看下半场 吕文君出场 做出调整之后 上岗那些战术的具体变好 应该要换下20号杨世元 换下23号 换下一个中会 应该是跟我们上半场 最后阶段 预计的相差不是特别大 有可能会打一个 四后位的这种体系 对 或者说 因为之前曾经出现过 说把王成烧给 回到中后位 然后吕文君打个边翼位 也有可能我们继续看 我觉得吕文君出场的话 不用再打边翼位了 他打边翼位的话 意义就不大了 必须要有更多的进攻 对 他或者是打 打在这个中场的区域 或者是顶在前面 跟这个霍尔科 脑头位棋形成一个 三前锋的这种体系 他再打中后位 打这个边翼位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现在已经是 零比二度 需要放手一搏的时候 必须要放手一搏了 所以下半场 肯定要改成一个 四后位的这种体系 王成章回到右边后位 两个中后位 贺冠 十克 左边是张卫 李文君是现在站在这个左边 左边路的前面 看看他们 他到了这个边路区以后 把奥斯卡会解放到哪里 会在中间 会有更多的搭配 现在的杨世元 包括这个奥斯卡 这都是在中路 没错 现在霍尔科是回到 他熟悉的右边 李文君在左 阿脑托尉奇一个人 顶在中锋的位置上 其实上李文君 李文君是一个前场 覆盖面积很大的一名队员 他的这个跑动很积极 所有的空间都是跑出来的 对 他呢 李文君刚才真正 曾和大家介绍的 可以打边一位 可以打这个中后位 可以打后腰 也打过前锋 这样的话两个中后位 虽然人数减少 但是对对方盯防的 这种明确性 可能要更强一些 好球啊 把这球点过来 阿脑托尉奇并没有 能够处理好 但是奥斯卡这角传球 应该说还是 非常具有穿透力跟想象力 对 突然之间的这一角 所以当球飞向禁区的时候 这伴随着是现场球迷的 一个充满期待的这个风空 但是这个球 作为阿脑托尉奇来说 可能没有想到 奥斯卡这角传球 所以准备的也不是十分的充分 但是至少在阵型方面 上岗下半场是做出了 一个不小的调整 现在看到的 频繁回到后防线 身前去拿球的是杨世元 阿哈迈多夫呢 是到了右路 没错 就是杨世元 现在是居中的 这样一个后腰的配备 就是发挥他 中场拦截能力强 而把阿哈迈多夫 跟奥斯卡分居左右的话 这两个的进攻能力 还是比较强 对 看看 对于阿脑托尉奇的盯防 他出来一定是伴随着 中间毛里西奥的盯防 毛里西奥什么事都没干 就是盯住阿脑托尉奇 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阿脑托尉奇拉出来之后 现在吕文君跟这个霍尔克 尽量要利用 阿脑托尉奇身后的这个位置 而且我们看下半场 就是上岗在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方面 明显是加强了 比上半场要有非常大的变化 上半场更多是到了这个 没办法 对 前面就会回传 对 也是三十米开满 距离比较远 看看霍尔克这边主怕大力的攻门 奥斯卡在边路的一对二 这有些时候吧 这个 来看这个球啊 李文君的回抢 奥斯卡带进去了 来 点球 打在进去内 主裁判哈桑是把手指向的点球点 这是李文君在前场的反抢之后 奥斯卡带球杀入进去 而且其实那一刻就在反响地点 是有多名上岗队的队员的 三人当中 乱军从中 这是冲杀出来 毛里希奥的防守是造成了犯规 毛里希奥第一下 是没有踢到球 第二下又有一个附加动作 但是上岗这个调整啊 跟换人 应该说在下半场一开场 就取得了成效 尤其是前场那种反响 李文君在左路这个位置上 他的一个反响 是 霍尔克是站在了球前 主赛半世代跟西川周座 是也得再去明确一下 新规修改之后门将的一个扑就点球 现场所有球迷几乎都站起来了 还好这次哈桑 那个没有太多的犹豫啊 很坚决给了点球 这是前场抢了的机会 看到霍尔克的助跑 大门 下半场比赛开始没多久 霍尔克是帮助球队敲开了对手的大门 现在的比分是变成了1比2 而此时此刻感觉是压力稍微小了一点点 没错而且下半场刚开场这个时间点进球的话 其实对上岗整个下半场的攻势还是非常有利 对 西川周座虽然判断对的方向 但是霍尔克点球力量非常大 这上半场我们在最后一段谈到 如果说在封线上对吧 能有一个三中锋这样的话 其实跟对方是一个一个一个正好的一个 这种对位的这样的一个选位 人数上面你至少是有保障的 对你在前场可以就地展开这种反抢 但是如果上半场像上半场那种532的战术 两个前锋不参与回防的话 其实球队踢起来非常累 就这种情况下 看这个点球也是吕文君 还有上岗几名球在前场围抢之后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方想要第一时间的打门 严峻林出了 奥斯卡自己拿球之后起诉 好球啊 这球 文君 还有机会霍尔克 在最后 阿朗 打在立柱上 阿朗托维希继续进攻 霍尔克的突破在点球 点附近 他移动到了底线附近 这个球太可惜了 但是这个球也是奥斯卡在后场拿球之后 腾虚直弱 奥斯卡在上岗队的作用是 没有人可以替代 对 他这就是球队真正的进攻的核心 当然这个球 吕文君在拿第一下的时候 有点半 脚下有点半算 但是还好 霍尔克是及时从后赶到 只是这个球啊 最后打到立柱上太可惜了 不过现在上岗整体的进攻啊 是通过阵型的变化之后 是被激活了 尤其是霍尔克 还有吕文君 这两面拳虽然分在两个边路啊 但你看他进攻的时候 非常靠近阿朗托维奇 所以整个的进攻就好打了 右边的这个边后卫啊 无论是两个边后 王生超还是左边的张卫 也都给两个边后卫留出了一种空间 位置都很明确啊 阿朗托维奇来一脚 这球半转身的情况下 并没有能够把球给压住 但是下半场 我们看啊 这开场打了刚刚六分钟 这个射门次数已经比上半场 整个四十五分钟都要多了 对 看这球 这球最后失刻啊 对 看这个球奥斯卡 奥斯卡利用自 看他自己脚下半算了 但是 这个球护尔克如果还在边路的话 这个球是没有机会的 这个球护尔克是很努力 很积极跑到中路 所以你看这几分钟的改变 第一就是每个人 他所覆盖的面积 跑动线路会更大更积极 对 你的阵型更合理了 球员的这种选位站位 而且这种阵型的话 很利于在前场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 而且现在上岗的推进是有速度的 这种速度是来源于自己空间上的创造 上半场经常就是球在某个区域当中 长时间的停留 然后被对手包架 而且奥斯卡状态太好了 对 他状态太出色了 张伟 这球是先把球护注 就现在你看 现在 在阵情调整为433之后 现在 普和红宝是 哎 快发 看看吕文君能不能传好 乔康大树 关根贵大 上半场两个发挥非常出色的边异位 现在下半场是被张卫还有王申超给压制住了 这手两个人没有能够形成默契 前场的这种出球权或者持球权尽量还是交给奥斯卡 由他来做这个最后一条传球 必须得在这边有人去贴近 没错 对方的最前面 就是现在其实现在更明确了别看是两个中会 上面上三个中会 如果你不能明确的话 就像第二个进球 对方第二进球的话 位置在 但是不明确 其实等同于没有防守 哦 这就非常有想象的一个直接停球挑球过人 艾比顿 气囊的反响 杨世元 杨世元 自己打了 在对方封骨的时候呢 没有能够打上力 对 杨世元是真是跑不死啊 是 所以其实这一赛 其实他在联赛当中的表现 是上岗队一大发现的 法布里西奥的这个冲击力也很强 马上穿了一个冲击力角 这是相当的冲击力的表现 对 但是这次虽然法布里西奥 你看他在这个恒大的半场 在这个上岗的半场 他这个突破 虽然突破两面圈 但是整体上岗的防线 他并没有完全突破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三条线的位置 下半场保持的也更加紧凑 因为这周的 这种亚冠的淘汰赛 是中日 两国的这个俱乐部 是直接的对话 恒大那边是路导 对 而我们更希望这个上岗跟恒大 能会师 亚冠东亚区的决赛 进攻还在继续 张伯 转身跳给奥斯卡 后点还有机会 稍微高了一点点 这是来自于王神超 从边路非常大范围的一个斜线的检查 就是现在如果从现场来看的话 会发现当球在任何一边的时候 另外一侧是有呼应的 你整体的阵型 整体的队型 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保持得非常好 我们看这个 大龟翼现在也是坐不住 上半场坐不住的是佩雷拉 下半场坐不住的是大龟翼 当然这也是教练员在场边 尤其中场那种调 这个这个排兵布阵 包括对对方重点球员的限制 对阵型打法的改变 这45分钟上半场的比赛 中场的15分钟其实非常关键 还好 我觉得佩雷拉他不是一个 非常倔的这个一名教练 他还是能根据对手的情况 现在看看佩雷克在右手边路 吸引对方两名防守队员 手上是有动作的 这个球 这个球哈桑是没有判罚 但是助理裁判是摇旗 他的位置会很好 助理裁判 现在的局部尤其是在关键区域 需要敢于跟对方做这种身体上的直接接触 现在拉开之后 无论是左边的吕雯军奥斯卡 还是右边的佛尔克 就是他有这种足够的空间 去对对手形成这种一对一 现在就是一对一对二 佛尔克的能力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 你看上半场比赛 佛尔克将是球停在原地 佛尔克上半场在中路 他根本拿不到球啊 对下半场的话是冲起来 再跟你做对抗 433这种阵型的话 一方面要求这种整体的这种移动 尤其进攻当中 对这个区域的这种控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在前场丢球之后 能第一时间形成这种就地的反强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即使这种阵型 另外在这个进攻当中 中前场多次能形成这种 三角的这种配合 三角形的这种配合 所以在局部也经常能形成这种优势 但是上半场我们这种阵型的话 上场打这种三中位阵型 我们是看不到的 那么这样的像这种亚冠层面的这种较量 虽然是俱乐部之间 但是其实对队员在接下来 无论是40强还是12强的一种比赛当中 这种自信心的建立都非常重要 所以这样的比赛 一定要争取去击败对手 在更大的这种舞台上 在更大的这种比赛当中 你才能建立更强这种自信 往这次奥斯卡来主阀 换了主阀的人选 看看相应的定位出主阀的战术 点不错 然后外围直接打门 如果说阳世元现在他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的话 就是他在有球的时候的处理 无论是射门 在后腰全球组织方面 因为他的跑动 他的这种拦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如果说拦截下来之后 马上能够转成对球队持续控球 或者说是直接反击的帮助 那你的防守的意义会更加的大 对 就是如果要是有坎特就可以了 坎特的防守 坎特的输球 现在也是练得不错 那阳世元真是一个拼命三郎 他是打关那场比赛的时候 哎 我这个球员没见过呀 后来我就问了一下先回谢尔导 谢尔导说这是我当年 我提法上来的 当然他也是徐根宝 徐日导的一个足球学校 他是跟郑达伦一批的 当年也是安山的球员 来到这个根宝足球学校 转移没有过去 当然看到了另外一错 前场抢断 前场的抢断 奥斯卡在等待机会 霍尔导 还有看看张卫 机会 在后点 外围 直接打完并没有了个打扰 但是进攻还在继续 连续的攻门 刚才普和的队员呢 是上来堵了枪仰 但是像这样连续的进攻是上岗现在急需的 奥斯卡始终是把球护在自己重心的前进的方向上面 这球长泽和辉 刚才在拼奖之后倒在地上 对 他本身是先对奥斯卡有犯规 我们再看啊 他是对奥斯卡有一个拉拽推人动作 对吧 随后 今天这个无论是真眼智商还是长泽和辉这个表演的功夫 今天做的不错 刚才长泽和辉先是地堂腿 在这个身后 然后马上就是这一滚 但是从这个镜头你可以看到 现在对方的防守确实是非常狼狈 对 看看上岗能不能借这一波的这个攻势啊 能尽快的扳平比分 现在这个球员的信心 包括这个门前的机会 创造机会 这都已经出来了 现在就是差临门一脚了 连续的定位球非常的重要 后点 反倒门前 再败多 一片混战 对方的解围呢 见高不见远 上岗这边还有进攻的机会 这球哈桑是吹罚了张卫的犯规 张卫这个犯规 应该是一次战术犯规 没有任何问题 蔡惠康 余海这个时候要出场 这个是看来佩雷拉还是要持续给对手这种压力 这就是准确预判打对方的出球的线路 你看现在前场这种抢断 这个次数明显比上半场增加了很多 而且包括中间这种连续的盯人的贴身的防守 双方这个阶段身体对抗非常强 所以现在佩雷拉马上换上了身体对抗能力更强的蔡惠康 还有余海 阿姆托维奇在等待自己大部队上前的时候 先把球给护住 因为这两个人 余海还有蔡惠康 这两个人的投球能力比较强 所以现在是中路是有这样的进攻机会 哈桑这是刚才对这个上岗队的 佩雷拉是出示了黄牌 因为根据规则秀赶之后呢 球队的技术官员 包括教练组也是可以出示红黄牌 换下杨世元 换上蔡惠康 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另外换下张位 换上于海 也是相应位置上的调整 但是现在上了余海跟蔡惠康之后 这个对抗硬度可又加强了 而且余海在边路的进攻会更加的犀利 球队一直在边路拉开空间 你看蔡惠康的身体 而且最近这个减重了一点更加能跑了 这个下半场的比赛才让我看到了那个上岗队啊 进攻犀利的上岗队 各位看看这一球 这段捉作把球摘打 其实定位球的话可以给予对方更多的这种压力 那下半场的20分钟 基本上我是没有怎么看到对方的前锋 轻女胜三 对吧 关根贵大上来 韩拜多夫 对 你看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王神超回不来位置的话 韩拜多夫 他要作为一个后腰要补防到右边后的位置 就这就是其实我们上半场一直在讲这个比赛轮转 有些时候队员不可能一味的按照自己的这种位置 那这个大家需要相互在这种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 能照顾到自己身边的这种队友 能照顾到最危险的这种位置 这个就是队员在场上我们说的这个 一个是阅读比赛能力 一个是比赛的这种意识 而且你必须通过自己的跑动位队友 去创造传球的这种空间 你看这边伴随着吕文君 吕文君其实刚才出现在屏幕之前 他在做一个什么事 中路 中路 这球是安老托维奇过来接 吕文君其实刚才沿边路走了很久了 先拉开然后再往中间去 这个球看得我也着急 因为吕文君那个位置没有人 其实他发现了 发布里萨 发布里萨 他有这种个人突破能力 这球刚才其实脚下节奏一变化 全入这球其实还是很见功夫的 长得可贵 这一下奋不顾身啊 对 这个球就是蔡卫刚刚在前场丢的 这个自己这个锅自己的背影 前场的逼强 看一看 看看这次机会安老托维奇 安老托维奇 安老托维奇现在处理球啊稍微时间长一点对方就马上靠过来 因为他现在呢通过佩雷拉这个了解就是他现在确实也还是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因为毕竟他是在这个休假期间嘛 来到了这个中超赛场所以他还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一个下季的一个体能储备期 所以现在他还没有一个是自己的状态没有调整到最好另外一点就是跟胡尔克奥斯卡这几名进攻球员之间的配合呀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默契的程度但是至少下半场的比赛我看到 安老托维奇跑起来了缠起来了动起来了而不是站在原地对这个就对其他同伴来说对他自己来说那可能会有些失误但是如果他跑起来的话会给胡尔克会给吕文军创造更多的机会 现在上岗在前面需要的不光是一尊炮坦更需要的是一辆坦克是一动当中去进行进攻和做球的 这一球的长传球确实很高质量 日本的门将在最近这两年的这个脚底下的进步和改变确实很明显 刚才那球过来以后弹道非常的低很快 因为这个可能跟日本的这种青少年的培训啊是有的直接的关系 对 那这球已经出界了已经采败那名少了还给了一脚 这个其实应该是直牌的 但是日本在青少年培训的时候对守末园他没有特别早的让守末园进入 看看这球 刚才是后场的传球失误好在这边奥斯卡迅速的去反向下来 因为现在是有这种空间给上岗能有向前插的那种空间了 这球人缝当中过来 看看奥斯卡 西医两名防守队员 再翘过来稍微有些小于海形成传中球 李文君 听球下来 手球了 手球了 看看这球 刚才连续的进攻之下 出现了手球 哈桑再次把自己的手指向了点球点 这个确实是手球了 比赛第68分钟 对 上岗不懈的努力啊 第二个点球机会到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李文君 转过身来打门 确实是手球了 的确是打在手上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球如果不挡的话 这个球可能就进了 对 这是一个飞向球门 有可能会带来进球的射门 打在了手上 但这个球也是上岗 持续地给这个普和造成的压力 终于是再次获得了进去的点球 对 毛里西奥是吃到了黄牌 不过这个球就是现在感觉就是在 在进攻当中啊 奥斯卡就在他脚下 总是能妙笔生花 对 球在他的脚下就会生出更多的灵感 这个球 这个也就是没有这个亚冠啊 是没有这个VR视频助理裁判 其实我还是呼吁一下亚足联 能尽快地引进这个 因为这种球的话 它肯定会有不满的这种表现 但是如果你看了电视的话 如果你看视频回放的话 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 这个VR介入的时候 有些球迷可能觉得 哎呀这个这个打断了比赛 但是当你这没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有些时候 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是 那下半场 上半场上岗只有两脚射门 下半场到目前为止 打到70分钟啊 上岗现在已经有了13脚射门 已经是比对方要更多了 对 霍尔克再次站在点球点前 刚才他是发向了门将的右侧 来看看 助跑之后 没问题 2比2 漂亮 非常坚决的这次射门 把比分给扳平了 0比2落后 到2比2扳平 现场球迷的欢呼声 在上半场比赛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但是下半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 对 当然这种没有停过 是因为上岗队在这种调整了阵型打法之后 持续不断的给普和造成了压力 对 这种压力不是说这个这个 没有这种射门的这种机会 而是说不断的 这20分钟将近每2分钟 基本上有一脚射门 是连续的这种去给对方压力 对 而且到下半场为止 对方目前 应该射门次数也只有两三脚 波尔克 波尔克这次本堂比赛 独中两圆到目前为止 现在普和红宝石是完成了换人 换上场的是29号柴沪海 这也是一名年轻球员 其实在今天这个 在这个八百人球场 在这个转播期后面 其实离球迷很近 就在身后 对 但是我们说球迷 这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但是球迷中场是说到 下半场上岗能3比2逆转 我们看一看上岗能不能完成 确实因为数据给了球迷信心 上岗队在主场面对日本的球队 还从来没有输过 对 全虎海市换下了艾伟顿 下面上这25分钟应该说是给土河 红宝石大懵了 嗯 有些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这个比赛的阵型 三中位体系 二十四后位体系 嗯 其实阵型啊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些时候阵型在场上 你根据对手这种情况 你要随时做出一些调整变化 你要占据对自己有利的空间 球场空间 那下半场这种变化调整 让左路右路非常均衡 这是非常主动的直接的绕前的投球的争抢 对 但是这一次也是来自阿老头一期 在前场对西川州做的这个这个逼抢 嗯 刚才这个曾看也谈到这个 日本的这个门将啊这个脚法 嗯 很好 就是他从小的时候 青少年足球培训的话 嗯 从小的时候 他是很少让这个守门员啊 就是做这个单独的训练 他是一直让这个门将跟这个球员一起在训练 嗯 所以这个球感是一直保持在这边 现在看看柴虎海他上来之后呢 是出现在艾伟顿之前的这个位置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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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当中呢 现在上港队呢是迅速的回收 不过不断地在外围去寻找机会 严波托也上来 看看这边 奥斯卡 让老托维切拉到边上来做球 比赛现在接球到接近74分钟的时间 看看这边 宇文君是出现在对方两名中后卫的当中 但这球第一时间并没有能够完全停好 错过了这次机会 心里圣三啊 刚才这个往前跑的这一下 他突然启动的这下确实很贼 你看现在任何一名队员拿球的时候 总有上岗队员迅速贴过来接 看看能不能给出来 胡尔克 给到外线 奥斯卡 这球啊西川周座出击的非常及时 哎呀 这个球其实配合还是打出来了 但是最后胡尔克这个传球啊 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 而且往外线给的确实比较多了 传球还自己是出现了失误 哈曼多夫把手抢断下来 但是身前并没有自己人 现在上岗队的每一次抢断 或者在前场的这种封堵 是能够带来直接的进攻机会 奥斯卡也有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现在八级球员 无论是在欧洲亚洲 在全世界校列球员 这种对比赛数据的统计 奥斯卡一直是在名列前茅 这是不一样的 屏幕下方可以看到这个 大规矣 大规矣跟佩雷拉今天在场下 这两个主教练 其实今天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跑动距离也很长 跑动距离相差不大 是 上半场你动下半场我动 场子和佩这段实现的位置 还是不断地在去要 哦 这球 所以其实这是浦洪宝士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会突然之间变节奏 突然之间变方向 就是他的传球呢 这种传的球啊 传的稍微大的一点点 但是这个球 西传出座 他的这种出击也非常及时 就是他身材不高 是吧 上半场我们谈 他可能高球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这个出击球 铺单刀球 这个确实 他的启动速度要更快一些 奥斯卡现在频频是 回到后方线身前 他其实现在 起到一个串点两条线的组 对啊 他回到后方线 但是前方线我们看 于海 吕文君 是吧 胡尔克 阿朗托维奇 都在前场顶着 但是上半场的情况下 如果他再回来的话 前场没人了 始终有人是去做一个串联的角色 对 始终有人去要这个编路的空档 漂亮 哎 这个球 钻了个刀 对方感觉有阻挡的嫌疑 阿朗托维奇 抢断 刚才再来看这次机会 阿朗托维奇 胡尔克高速的奔跑 节奏上一变 但是这球啊 最后出的这下稍微慢了一点 两边 奥斯卡跟阿朗托维奇 其实都把空间跑出来了 两个点给任何一点的话 这个球都有可能反超比分啊 对 但就是这一点点 所以这两点都没有能够拿到球 但是现在感觉这个 西川周座 对自己的后保健也非常不满意 这穿着什么球 刚才其实这次抢断 这与其说阿朗托维奇 是这个抢下来 不是说他是自己的身体 直接是撵过来的这次机会 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 阿朗托维奇动起来了 跑起来了 对 看这次漫威的射门 还是打的力量很大 现在下半场的比赛 普洪宝石想要打透 整个上岗的防线 现在不是特别的容易 因为现在上岗 整个三条线 他距离保持得很好 同时前场的反抢 其实是给后防线 减轻了很多的压力 这球转过身来 立刻射门 这球刚才是在对方的 这个压力之下 回传守门员 严峻林的左脚 因为不是他的主角 这球并没有能够 第一时间踢远 那么吕文君的这个投球回点 正好是在对方的 这个球员的脚下 罗洪宝石的脚球的机会 现场我看到西关周座 这是跑到了 自己教练席的这个区域 跟这个大规意有一个交流 还是长泽和回来处理 这球开过来 向后点 倒后解雷出场 换上于海 还有吕文君 还有这个吕文君 蔡伟康之后 这个高度是足够 拼强硬度也到 上港队现在要避免在后场的丢球 因为对方呢 要么是形成连续的这种 慢节奏的控制时间 要么就是会直接去找机会 去偷这一下 但是打比赛达到80分钟 上港下半场 至少在这个后防线 这四名拳非常明确 自己的选位站位 包括彼此的呼应 这球奥斯卡在代球的时候呢 身后迟迟没有自己人上来接应 对 他跑动啊 今天的跑动 传球 是吧 代球的这种突破 体能 其实消耗也非常大 但是他现在是 他现在奥斯卡的能力 他具备在欧洲 不能说顶级球队 但是就是在 应该是在前六名球队 他是有这样的实力 没错 很多外援也是 你像包括维采尔 他也是谈到 就是这边的对抗和节奏 其实并不低 跟他自己的预想不要 瓦格纳 其实他也谈到这个 所以本身自己的这个投入 再加上现在联赛当中 高水平比赛一些对抗 周际比赛当中的对抗 这个球奥斯卡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封线的这个球员 对 奥斯卡这球看看 刚才蔡惠康在中间的 这次抢转 非常的清楚 就是蔡惠康的抢断 于海的投球 亲蔡 朴和洪宝是想要 突破这个上岗的防线 确实挺难的 而且下半场 你看这四个人 王神超 贺冠 石科 于海 这个球 走脚下了 这次 对方在后点 球并没有出界 关根贵大 再回到了空间 中间移动当中 会转开自己的队友 还在这边做配合 黄正超这次封堵对方的船中的线路 包括随后的自己的动作都很冷静 这谁啊 这有点抽筋了 这个已经换完人了 还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贺冠和王神超呢 是上岗队在这次 本赛级亚冠联赛 过去的这几场比赛 当时几乎全部打满的 足球比赛 没有如果 对 只有结果 可能很多球迷也说 如果上半场 就踢这个战术 是吧 这个是不是会 不是现在这种情况 可能是上岗领先的这种局面 但是从这个比赛 其实也是 它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走势 尤其上半场的比赛 可能你是根据对方这种情况 可能教练员认为 这个阵型最适合 自己的球队的首发阵型 那么在经过半场的这种 这种博弈之后 他可能会适当地做出一些调整 可能是球员 可能是位置 是吧 可能是整体的这种战术打法 所以这个就是教练员 在场下的这种博弈 显然下半场 经过这种中场调整之后 相信皮特拉是看到了 上不场的问题 所以这个调整 战术调整 我觉得今天上场还非常成功 没有任何人会比主教练 更了解自己的球队 没错 所以无论是他的首发 还是包括他的改变 其实都是因为 他对球队的了解 很多球迷说 这一开始怎么不上 蔡卫康 怎么不上于海 那可能 昨天于海晚上 可能肚子有点不舒服 蔡卫康可能脚有点疼 这个可能都是有可能 所以只有主教练 他才会最清楚 这个球员的那种情况 也只有他最有资格 去制定比赛的这种 阵情和打法 对 这球心里圣三 确实对奥斯卡的这些动作 一直有个预判 不得不说心里圣三的这个经验 包括其实他这次抢断 从现场来看的话 可能得有跑了二三十米 到了这个事发地点 因为这个区域 并没有另外自己的队员 他回来填补这个空白 这是他的经验 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 现在剩下五分多钟 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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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试试 这时候完成了换人的调整 这时候上场的 这是球队的22号阿布勇树 阿布勇树 这也是球队的一名老将 当年也是创下了日本G联赛最贵的转会记录 阿布勇树呢 在这个赛季之前都是球队的最近几年的队长 当这个赛季呢 开始呢 球队的队长修标是戴战版 杨介还有这个新女圣三的手臂 距离有点远 但是 直接打门浪 转过身来 在这次射门呢 是偏出了门注 比赛现在常规时间只剩下最后这一两分钟的时间 就是在对方啊 其实下半场射门次数并不多的情况下 作为阎君来说 他的这种啊 这个球是有点有一些折射 有一些折射 对 但是他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这种竞技状态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在课场 对方那种 若打课场的话 对方的攻势肯定要更猛烈一些 而且其实上场比赛我们也都是谈到 就是这支球队 就是朴卧红宝石 是属于国内打盹 但是国外发狠 对 这么一支球队 而且他的比赛方式会很务实 那么你遇到这种 可能两场比赛 两个回合的比赛 对付这种球队是不太好打的 但是现在对上岗来说 我觉得首先 在这个上一轮那种淘汰赛当中 他是在课场 对吧 淘汰了这个全美现代 这个一直是中超联赛的苦主 这个比赛的话 我相信在课场淘汰对手的话 对上岗的新的积累建设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现在双方在中场拼得都很凶 右侧 对方找到了这一侧插上的队员 节奏上的变化 传冲球于海位置站得很稳 并没有是被对方的假动作所吸引 如果这场比赛啊 当然比赛没有结束啊 还是希望上岗能在这个最后阶段啊 争取能决杀对手 对 也要注意自己的一些防守动作 曾经呢 在这块场地上面是3比2战胜过对手的 现在的 当然是希望昨日重现 因为这个比分 2比2这个比分 作为这个 浦和来说啊 他还是能接受 毕竟有两个课场挺穷嘛 但是其实对上岗来说也不是说不能接受 因为课场只要击败对手就可以晋气 这个时候在场边 还要再去进行换人的调整 但是先看这次脚球的进步 所以还是要在最后几分钟 一定要先做好自己的防守 第一点被解决出球 对方配合抽象师 这个 大规矩下半场这个情绪啊 感觉有点激动 刚才是几个剑步冲到了这个 第四关元这个 啊 换下了 星女胜三 星女胜三 上的是 球队的9号武藤雄树 奥腾雄树 心女胜三是这个大规矩非常了解的球员 因为2011年当时在这个仙台七星一首带出这个 下半场在这个 盯人保护明确之后 在位置明确之后 你看下半场的贺冠还有诗珂 踢得也很清楚 而且在对位这种盯人方面 也敢于逼出去这一下 抢这一下 而且就是你看还是阿朗托威奇 他的活动范围大了 他敢动出来了 他一动出来的话 他跟李文君就有个换位 这个时候就是他出来的话 李文君一定要顶到中路 但是现在就奥斯卡 他第一下拿球的时候 对方盯得越来越紧了 现在需要队友去帮奥斯卡 解放这第一下的压力 随后奥斯卡再去做自己的 这个跑位和要求 这一下虽然是回传 但是是迅速可以通过 中国卫再去选择进攻的方向 对方盯得越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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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球 买度 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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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点上面都有人 这次是宇海埋伏在了进攻的后点 对 这是云海跟蔡惠康 两个人之间的一次空中接力 对 看看这次找球的计划 对 能不能绝杀对手 奥斯卡 前点 外围打一脚 埃哈培多夫 埃哈培多夫直接转身打门 被对方防守出来 还好 贺贯在 对 这次长传球 对方虽然有两个队员 是有人数流失 但是传打 盐俊宁打 大脚直接再把球给输送过去 但是这个时候 主赛办是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少胜 上海上岗队呢 是在上半场比赛 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0比2落后的情况下 最终是凭借着两立点球 扳平的比分 但是这两立点球的到来 是因为球队的改变 因为球队的在下半场的 这些战术上的调整 对 这个比分来说 可能上岗不能接受 但是从过程来说 从这个比赛的 这个上下半场走势来说 因为上岗队还是能接受 2比2的结果 只要在课上击败对手 就能挺进这个 东亚区的决赛 对 但是对于上岗队来讲 虽然主场面对 日本球队保持不败 不过他们在过去 两次做客到这个火红宝石 是没有能够取胜的 现在是需要能够 打破这个历史 对 这个历史都是用来打破的 也希望明天征战的广州皇大 能取得好成绩 好了 那么我们本场比赛 现场部分的解说 就为您建议到这 感谢徐洋指导 今天点评 也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 再见 好 这场比赛最后结束的比分是2比2 上海上岗上半场0比2多后 但是下半场他们明显 不光是获得了两个点球 那两个点球 当然本身的产生过程 没有任何意义 主要是下半场的射门次数上来了 进攻的成功次数上来了 所以这个点球的获得 也是给对方压迫的结果 对 这跟柳文君在下半场 就开始在中间场 那更多的基于跑位穿插 和奥斯卡侯尔克 包括阿奈特威奇 能够形成联系 我们看侯尔克这两点球 发的还是很有自信 质量相当高 你看这也是第二点球 李文君以后 他一个打 他这个打打到了对方的手上 做到了第二个点球 一左一右 都是选择了守门员的身体 两侧的上方 球打得很有力量 或者说两个点球发的 还是出场相当高的 从这下半场和上半场的 对比情况来看 中场可能做的最重要的 一个工作 就是让队员们把心态放平衡 平静心 我们的水平和能力 自然能够发挥出来 其实上半场的急躁 主要属于自乱阵脚 因为丢球太快了 龚老在中场休息 评数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分析了 上半场的主要的一个情况 其实上岗 不光是这场比赛 出现了这种心态上的动荡 他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比赛当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心态上的 浮躁和起伏 但是还好的是 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之下 这场押冠的比赛 首回合 在下半场 他们多少把心态稍微的调整了 但是很可惜 在9月中旬 要进行的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当中 要去往普和的主场 那个主场也是亚洲著名的魔鬼主场 对上岗来讲 本身做客就比较难打 现在的情况是 胡尔克应该还踢不了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上岗的这场比赛 有些过多的依靠外援 就是我们谈到上半场 一旦对手把我们这个中场切断 奥斯卡和胡尔克 这个阿纳托位器 不能形成联系的时候 外援切断以后 其他我们内援呢 没有和这个整体球队 和外援整体结合起来 这就看到上岗上岗的短板了 这个李文君上场以后 能够更好的把球队 在进攻当中穿插 造成这个空档 能够形成更好的联系 这也不光是这场比赛 未来上岗同样 如果球队过多的依靠外援 不能够把内援和外援 更好的结合起来 可能球队的能量的释放 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无论如何 双方回到了一个 算一个同一起跑线 刚才何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 无论如何 普和红宝石的主场 也是亚洲的一个魔鬼主场 下一回合 对首回合的2202的比分来说 首先普和红宝石 虽然2.0领先被追成了平局 但是下半场他们守得非常狼狈 最终能够在课厂拿走两个课厂进球 而且是平局回去 他们能接受 上海上岗0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 虽然没能在主场拿下 但是能把比分追成2比2 应该说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如果在赛前 大家肯定觉得主场要拿下来 才能接受 但实际上 如果看了本场比赛的话 你会发现 上半场0比2落后了 下半场能够追回2比2 最后是还有一些压制性的进攻 险些能够逆转比分的话 应该说也可以接受2比2的结果 那么双方现在在同一水平线 但实际上 苦河红宝石要略微 在身位上有些优势 因为他们这场平局是课厂 他们有两个课厂进球 而且第二回合的比赛 他们做成主场 所以说对上岗来讲 还要继续努力 希望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的状态调整 都感觉有些疲惫状态不太好 大家都好好的把心态平复下来 毕竟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应该说还是有机会去调整的 当然这中间还隔了国家队的比赛中 对于这些多线作战的强队的队员们来说 确实是比较辛苦 那么中超两支球队 杀进了本赛季亚冠东亚区的半决赛 就是整个亚冠的四分之一决赛 有两支中超的球队出现 今天上海上岗已经在主场 打成了2比2 在明天晚上的时候19点30分 另外一支中超球队广州恒大 也要面对来自日本这一连赛的球队 面对的是日本的鹿岛鹿角队 符合红宝石和鹿岛鹿角 是过去两个赛季亚冠军 所以说无论对上海上岗还是对广州恒大 都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努力加油 也同时祝他们好运 好的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公主导的精彩点评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亚冠联赛中超球队的战绩 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